沿着绿荫山道设计而上 便可抵达位于香港岛湾崽山顶区的香港警队博物馆 自1988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 这一博物馆历经多次翻新 在前不久以全新面貌与公众见面 向人们展示了香港警队百余年的发展史 上世纪60年代初建立警队博物馆的构像被首次提出 警察历史记录委员会最于1964年7月成立 展开文物搜集工作 1984年香港政府批准重修于1939年落成的前万在下金属 改建为博物馆也正是今天所在的位置 随着广场文物不断增加 博物馆在2020年中展开火化 增添珍贵展品与创新科技展成 于2022年9月重新开门迎客 我们参观这个环置是警队百年图历史图 透过三日三夜动画形式去展现警队 从1984年开始成立到现在所发生的故事 比如早期你会见到香港农村社会 也会出现一个粗海道 也会见到早期人力车的交通工具 也会见到早期警察分裂学校 也有水警总部 现在尖沙咀变了酒店1881 你听到酒国歌 回归 也会有其他地方 像长洲长包山 迪士尼乐园 天坛大佛 新机场 大家要花15分钟时间三日三夜才看得完 活化后的博物馆设有历史 专题 严重罪案及三合会展厅 共计展出约1300件藏品 较此前增加了一倍 在历史展厅中 一间拥有逾百年历史的上水之湖标本 作为镇馆之宝首次展出 讲述了1915年港警与老虎不断的故事 这个就是当年上水之湖的真身 真正标本 没错 后面你看到一幅图 就是当年有一个外籍警官打死了老虎 他的头最后转转到博物馆收场 当年的事件 因为他打死两个警察在上水区 另一个警官打死了他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顶上有一粒痕 是蛋孔 没错 是蛋孔 其实他的眼 牙和肋都是假的 因为保存得不到 所以他的头壳 头骨和皮毛都是真的 香港警察的历史接近178年 自香港开布后 历经多番蜕变与转折 其中港警制服的样式流变 也生动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1997年香港回归后 特区政府将香港警察的警徽及制服 均做到调整 除去警察部门名称中的皇家字样 警茂徽章也由带有殖民地色彩的黄罐头 更换为香港区会的图案 97年7月1日之前 还是皇冠时代 英女皇的皇冠 而且它下面都是英文字的 中间最主要是维多利亚港的码头的样子 去到7月1日开始 你会见到头顶的位置 就变了大纸巾 香港区旗都是纸巾花的 中间也变了现代的维港 有中银、中国银行、汇丰、炸弹银行为主 底下写了中文字 不是只英文 就是香港警察 从1896年铸成的大部野战炮 到回归后逐渐改良的枪械设备 从70年代的炸弹处理车 到如今警队使用的现代化金融装备 一件件产品 记录了警队一个多世纪的变迁时 也反映了香港开部以来的发展历程